大神劉哉希與國民妖精李孝麗 以及日前以綱一曲再度翻紅的RAN 最近一位綜藝節目企劃三人將組團出割 這在為了出道而加緊練習中 在最新一集節目中三人集合後 劉哉希叮嚀大家 在出道前一舉一動都要小心一點 才剛說完李孝麗就接話道歉說自己做錯了 原來不久之前她和少女時代UNA 一位私下去唱KTV為佩戴口罩而遭到網友批判 兩人雖然速速發表聲明誠懇向大眾道歉 依然還是有不少罵聲 似乎是對另外兩人感到抱歉 夏莉難過表示自己拖累了組合 好像應該要從節目下車回到季州島才行 看到平時氣勢強大的她 眼面流淚哭出聲的模樣 連任都嚇了一跳 感嘆的說在拍攝前看到滴落的夏莉 都忍不住握著她的手安慰她 而大神則上前摸摸頭給她力量 果然是超暖心的國民兄妹 希望夏莉可以好好沉澱心情 最強新人組可是缺一不可啊 het, 通不可啊 Days, 推行 伯父為天、八月、三月、二月nal shootings 感谢观看